高雄一名加油站员工在脸书上发文说 防疫期间劝客人配合时明智戴口罩 结果遭到对方持球棒追打 两个人在加油站内上演全武行持球棒互殴 最后员工靠着锁喉压制制服了这名客人 而影片曝光之后也引发网友热议 加油站内员工拔腿狂奔 因为客人手持球棒紧追在后 下一秒全武行登场 员工抓起球棒防身 不料客人却因为猛挥球棒用力过度 当场摔倒在地 冲突越演越烈 客人打到帽子脱鞋都掉了 眼看场面越来越失控 员工不忍了 将人锁喉压制 加油冲突就发生在高雄 事后这名员工把影片po上网 还附上自己的防身工具 旅球棒和防身喷雾 说八月份有客人在防疫期间 不配合实名制 又没戴口罩还口出慧言 一言不合下车就拿球棒交流 整篇po文正好搭上棒球队之乱 不少网友调侃台湾热爱棒球运动 应该组球队为国争光 最近球棒生意真的很好 劝导遗袭其他加油站员工自保守则 除了避免跟客人发生冲突 碰到类似状况也只能先跑再说 只是明明不戴口罩在先 还找加油站员工麻烦 违反防疫规定 空面临最高一万五千元罚还 而自以为程勇全武行行径曝光 也让自己丢脸 记者王一位高速报道